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无为法而有差别 就是说他这个意思说 当你正义空性的时候 其实里边拿无为法 这个也是表示 这个就是破一切相 一切相就变成有为了 无为其实在你不分别有为 无为也没有 就是在你头脑 连有为无为也没有的时候 就是这个在本性上 就是本性上是一样的 这个以这个来谢谢 差别相 就是如果成了佛 你还说叫阿弥陀佛 比如说他叫阿弥陀佛 他叫释迦牟尼佛 他叫文殊菩萨 他叫巴西鲁 是有差别 每个佛 每一只佛的阅历 是因为 是现差别相 相还是假相 不转而有差别 因为众生看见的是差别 但在本性上 其实这句话是说 众生看见的是差别相 比如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 是有差别的 一个是细胞世界的 一个是他们打手 但是呢 它本质是一样的 对 至于视线的差别相 是因为众生的因缘 需要什么样的相得度 视线是什么样的相 是众生发现了那些差别 他们不是有意要视线 他是空虚 他没有 连视线的一念都不会有 他没有视线 是众生在他那发现了差别 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 在他那发现了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你们都 大家都是人力 那么我就穿着黑色的衣服 坐着这样 那这个有一个差别相 但是如果是同样是贴人 他看到的我是不一样的 据个例子 那但是我是什么样的 我与五味法而现差别 其实我没有样子 只有五味法 只是说 人道的众生看见我是这样 天道的众生 出生道的看我是另一个东西 他们连衣服的颜色都看得不是黑色的 那我到底是哪个样子 因为三戒六道看见不同的样子 那我是什么样子 那每一道就是 如果跟你别说 哎呀我看见老师是红色的衣服啊 或者彩色的 你怎么说是黑色的 连衣服都不对 说头他是长的什么样 你怎么认为他是那样 我看见他多大年龄 你为什么看见他那么 那个年龄啊 各个东西都会一样 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都是哪个都不是 如果你问我 我说都是啊 或者都不是啊 因为我不能说我有哪个样子 但是每个人这是供业 就是人里都看见我是一个样子 比如这是供业 但是大家都是供业 都看见我穿黑色的衣服 但是你说 哎呀老师穿个红色的衣服好了 我喜欢红色 他说我喜欢蓝色 他说我喜欢老师穿成那个样子 这就是个业 或者是我喜欢这个老师 那个时候我不喜欢我讨厌他 都是个业 但是他要描述这个老师 也是穿黑色衣服 坐在那说什么 但是喜欢不喜欢那是个业 或者对你是认知什么 你这句话讲对了 或者没讲对 他的头脑在反应 都是个业 你要是安静在无畏的角度 你就不会受种种这些的影响 三线六道都在那看着你 你也不会受他们的影响 因为你无相 你不会受任何一个相是你自己 你也不会说哪个相不是 就是这个是超越人历的意识层面的 那今天我们俩聊天 我不能说我不是我 我都说我是我 你是你 啊咱俩聊天 是吧 但可能说这边做个天人 我也跟他聊天 但我也不能说那个不是我 但是那个天人可能就会问你了 我说到底哪个是你 我只能说两个都不是 两个都不是 相对于你这一刻的智慧跟业力层面的话 我实现的就是这个 你就是 这个就是我 但是相对于他的业力 我实现的那个相的话 那个也是我 实现什么 只是周深的业爆 业爆给你们的眼睛不同 你们看到的 你们的业力 导致你们的六哥就局限时 看到了这样一个相 无所助而生其心 这是个正道空性才能 你无所助是否回答徐夫提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怎么降服 这信心烦恼 无所助生其心 就是不要把那些东西放在心上 你的烦恼是因为种种事导致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件事让你烦 有这个肉体让你烦 或者你的欲望吸气没满足让你烦 或者是你的心认为它让你烦 这些事让你烦 你总是有一件事去让你烦 或者你无聊烦 无聊没事做烦 这都叫有所助 就是你把心住在那些事上 这一刻那个事就是你的心 比如说 你说我想让它怎么样 它不能然后我就烦 是不是 佛说无所助生其心 就是说 你不要把心放在那些事上 然后去做事 你就不烦了 你现在是 因为心住在那些事上 生出个烦恼心 知道吧 你生出一个烦恼心 你心不牵挂在那些事上 不住在那些事上 就不烦 你就生其心 就说 让你心放在自己肚子里 简单的说 把心放在自己肚子里 都熟的 不要放在那个人 那个人 是说 你放在孩子身上 孩子有问题你就烦 你放在你丈夫身上 你都会受他影响 你放在这个杯子 杯子有事也会烦 是吧 放在自己肚子里 乳乳不动 安住 无所助 这个是简单的 一个自念的理解 因为不找所有相的时候 才真的无所助 你着想肯定有所助 你一找你就住在那 是吧 所以 我们还真的是 无所助的时候 你都要破进所有相 才能无所助 是吧 但是又无所助 这是正确的我们的状态 所以一开始就修开始做 那一开始就是 我们心不被内外境干扰 打扰的时候 就是无所助的状态 就是随着道路上的修行 那人家六祖当时呢 做到什么呢 那六祖人家是砍柴的 人家砍柴的时候 很专注就是砍柴 回家给妈妈做饭的时候 也很专注就是给妈妈做饭 也有爱也有情 但是呢他砍柴 每天就砍柴 他也不想那么多 反正是全身心的砍柴 砍柴的时候 就他的状态 其实是个活在当下的状态 因为他不是 他也没想那么多 说要成龙别虎啊 我要成为什么 我自卑不自卑 所以一看得起他 他也给你分钟钟 人家看不起他 他也说 哦是的 你看不起我 我确实是个打财的 我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但是人家心里很自然 他自信 人家不自卑 他不自卑 他就是坐在那 他就是 你看得起我 对我好啊 对啊 那我们可以做朋友 你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啊 你高 就这样 人家很自占的 每天卖财啊 砍财啊 回家吃饭啊 他是这种真实的活法 所以佛 他都听到无所住 神奇地的时候 因为他的心 冬厚实在 而且活在当下的那种状态 他就说 是啊 这样子就没烦恼啊 所以因为他心就没所住 他不在意你别人怎么看他 他也不在意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 甚至不在意自己这个世界上是 有用的还是不用的 他生下来了 他妈妈把他 他要把他妈妈养 他妈妈八十岁了嘛 他要给砍财去养家 然后呢 他们一起劳动 用自己的能力去养自己养妈妈 然后他就完全实在在劳动里 如果有你看他听到了这个经 他也会有想法 他觉得 哇 这个人把我的状态总结出来 他是说佛 所以佛说无所住世界 他说对呀 这个人说得挺好 我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说 是啊是啊 这个人挺高水平的 你看这句话 我这样活着 但总结不出来 那这个人是谁啊 说释迦牟 我能不能跟他学两天 他也逗了心事 他要去跟这个释迦牟 他要跟这个佛去学 说 谁在讲证不经啊 说六五祖啊 他要去拜师 是不是 所以就是 他就是那样的状态 人家身正义正严正 就是他本身那个状态 人家就是无所住的状态 人家不会被这个世界任何东西转 他不会 对 他不会为名转 为利转 为虚荣那些东西转 为自己活得更好 或者转 他甚至不去考虑说 我要不要娶个老婆 或者什么 他就是那样的 那样很自在地活着 那真的是个大菩萨 他很自在地活着去砍财 去散耀母亲 然后呢 他也不是说他走的时候 拍拍屁股 就走了无其无为 他也有情啊 但是他就是所做 安住当下的那个状态 而且内心的正直 东后实在 正式正义正义 正义 他整起 才成就了那样一个状态 他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能够了悟 然后他要去拜师 他也得安顿好母亲嘛 他不是 也得去找一件钱 什么 有个局势 给了他实际了 他妈妈安顿好他 扣了一个头 不是又拜母师吗 把那个石头扣得裂了 足以证明他的父亲有多厉害 他的那种力量 就是然后他去找路终 那就叫大智若狱啊 但是他听到这个世界上 顶尖的智慧的时候 他绝不放 其他的都没有让他动心过 其他的东西他都不动心的 他砍财 生活 散耀自己的母亲 但是其他的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 他听了就像没听到 那这个世界有名利 有考取名利 很多东西他有所谓 他觉得那些东西对他影响不大 那是别人的事 但是他听到金刚经的时候 他都行 一刹那他觉得他要去学 为此追求 终身追求 他觉得那是智慧 人家学的是最高的 直接就学那个最高的大学上了 其他大学不上的 你是怕我看不上 所以你不要纠结 就像人家遛祖 其他大学都不上的 不用死 你不用教我 我不学你那些东西 少先教我染污 是吧 什么大学 演的好秀才也没考上 是吧 我不考那些是因为我怕染污 我还得到时候放理账 是吧 我直接就是学释迦牟尼智慧的 我来就是学那个智慧 最高的智慧啊 地球上 所以 学了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学什么也没什么 没什么的 各种理路 心理学 哲学 方法路 各种各种学科学 嘛 但是那些都是学 法末无量四月学 是菩萨要法性的 多学得将来度众神方便嘛 你跟各种各门各拜的72行 都可以接触嘛 他都电脑 你跟他聊聊电脑 他都艺术 你跟他聊聊艺术 他都借助 你跟他聊聊借助 他他他他他他愿意玩 或者是他愿意做什么 你跟他聊这些 你懂得越多 受受力方便善巧越多 但是呢 你要懂得最高的智慧 是释迦牟尼佛 你学了他的 就没有什么遗憾的 而且万法回族 如果你学完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你穿透 你真的是懂 透过的话 学其他的太简单 就是从最高往下许 你不是从这样往下许 就是往下许 除非你有时间精力足够的话 你在这个世界 学着任何有没有学科学 都会 你会发现 省很多时间 因为你的智慧足够 你的心少 你的心少角度野光 完全宇宙不同 你会抓住 最重要的是 哈哈就把它学完 你不会走歪漏 你掌握了最高智慧 你往下许就快了 而且也不会觉得难 没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你 没有什么遗憾的 遗憾的是今生会遇到佛法 如果遇到释迦牟女的智慧 在地球上已经是一流的 所以一流的智慧 你遇到她的智慧了 而且你已经摄入了 我觉得其他人没什么 其他人其实 我不是看不起去觉得 真的是 就是 看也罢有时候 有些 就是 多点 知见 多点说 说法 你自己 自己犯错误的时候 多找点借口 用各种角度找借口 你原谅自己 所以 暂时安住当下 所住的状态 安住当下 不管当下 不要在意过去未来 不要在意过去未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 最烦的就是 对过去的信息 对这些印象 还有对未来的规划 就觉得未来很恐惧 未来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很茫然 就是 这个时候 在当下安不住 过去未来 其实住在过去 住在未来 从来错过当下 所以这样活的 就像扶贫一样 没有根 预约在这个世界上 像风要流浪 所以安住当下 先列警 安住当下 不管当下 是什么也要安住 接下来 一步一步往前走 请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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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响